冬天的天气总是寒冷又干燥 今天就用一个雪梨和一斤龙骨给大家分享一个冬天必备美食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试过这个做法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而且做出来特别的好吃 老少皆宜 大家好,我是西西里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把百合 倒入清水没过百合 再下手把百合抓拌均匀 先放一边浸泡30分钟 这回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准备一节大葱鞋刀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小碗中备用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百合也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再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 然后先放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把龙骨清洗一下 用流动的清水把龙骨清洗干净 洗到水变得清澈为止 然后再控干水粉 接着再把龙骨倒入锅中 然后倒入清水没过龙骨 再把切好的葱姜放进来 然后倒入料酒去腥 龙骨焯水一定要记得冷水下锅 先用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再用勺子把浮沫撇去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有腥味 做出来的口感也更好 浮沫撇干净之后再给它继续煮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之后再把龙骨控水捞出来 然后装入大碗中 接着再用热水把龙骨清洗干净 特别是龙骨上面的浮沫 清洗龙骨的时候不能用冷水 冷水会使肉汁变财 像这样就清洗得很干净啦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把龙骨倒进来 然后再把泡尔的百合放进来 再放入两片姜片 然后倒入开水 水的量要稍微多一些 加开水可以使肉汁更加鲜嫩 再用中小火炖40分钟 这回我们准备一个雪梨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块 然后把梨盒去掉 冬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雪梨 雪梨的水分特别的充足 在买雪梨的时候要选择这种黄罐里 水分比较多 最后再把雪梨切成大块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这10分钟之后龙骨也已经炖的差不多了 再把雪梨倒进来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雪梨一定要下锅的时候再切 这样不会氧化变黑 然后再盖上盖子 继续用中小火炖10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龙骨雪梨百合汤就炖好了 看一下汤汁非常的浓白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留言和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这个汤我们尽量的保持原汁原味 不需要太多的调料 加入一小勺盐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龙骨汤搅拌均匀 让龙骨更好的入味 这个汤非常适合冬天喝 营养又美味 最后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适量的枸杞 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开喝啦 龙骨的肉汁吃起来也非常的鲜嫩 百合也已经炖烂了 雪梨吃起来清甜又可口 而且这个汤喝起来非常的清甜 并且热乎乎的 非常适合干燥的冬天 家里人都非常喜欢吃 做法也特别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这道汤的话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哦